可能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啦 因为毕竟那个MySQL 它是一个伺服器 一个server 一个什么呢 一个资料库的server 所以呢 基本上 它也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里面可能要设定的部分呢 还蛮多的 但是你如果会用的话呢 其实是相当方便 为什么 因为将来你可以 把大量的资料 集中在资料库里面 那不管是给Sale用也好 或者是说你给手机APP用 或者你今天是要架一个server 就是一个网站的伺服器 你也可以用MySQL 或者是说未来像那个大数据分析 有R跟Python 其实也可以直接去什么 存取MySQL里面资料 所以之前有一个同学 刚好他什么都学 所以他说这太棒了 因为 其实讲到Sale跟MySQL之间可以连接的 网路上面还蛮少的 那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教过其他的 像PHP 那我就想说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把那个MySQL 直接给Sale用 一般都是用SS 因为他同一家公司 可是问题是我们一般性的需求 通常是跨不同的技术的 也就是不是说一套就全部都微软了 因为微软就是什么都要钱 那很多公司 尤其中小企业 台湾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台湾业主希望说 能不能给我一个 不要有个费用问题 不然每一年都要缴保护费给微软 而且缴的还蛮多的 OK 我之前给各位一个数字 好像光台湾工部门 每年缴给微软就300多亿台币 整个台湾缴给微软就上千亿了 OK 这数字其实非常的可观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些东西 如果可以把这钱给省下来的话 可以做其他用途 会更好吗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office 很多公司也不买assess的授权 你会发现像我们这边 就office 有eSale有PowerPoint有Word 但是就是没有assess 为什么没有assess 第一个他很多地方的功能 好像跟eSale其实蛮重 重叠性还蛮大的 对不对 那第二个的话 他额外授权的费用 光一套就多了非常多的 因为你要买到专业版 专业版的费用 就跟一般的那个版本 我记得好像差价差蛮多的 甚至印象中一台可能要超过一万块 如果说你公司假的一百台 就一百万了 不得了了 这个费用其实也是相当可观的 ok 所以呢 需要的技术 第一个 等一下也许第一个 请各位先下载这个samp samp 请各位在哪里呢 一样在我们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输入 自动化表单这边 最下面这边的samp 请你按右键把它下载 或者点它两下 上面也有个下载 ok 第一个它档案还不算太小 所以你可能要下载一段时间 把它下载 我是放在桌面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它解压说到哪里了 解压说到那个低叠 不过呢 有可能一种情况 就是你们低叠底下 可能已经有一个那个samp 这个 那请你干脆把它这样 delete掉 干脆delete掉重做好了 然后再把那个刚刚的这个下载的东西解到哪里呢 打开来也许你这个解压说到有没有你就直接怎么样解压说到 低叠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samp的环境 把它解出来 那samp实际上它是一个web伺服器 网站的伺服器 其实它的作用 不是只有 它有建MySQL 它里面还可以架server 架那个网站的伺服器 在里面可以写PHP啦 比如像很多网站其实用这个来架设的 只是说我们是利用它的其中一个 MySQL功能而已 所以呢 把那个原来有的先把它删掉 确定没有的 然后再把它解压说到 打开解压说到低叠 OK 那它的档案其实还蛮大的 它一百多Mbps 然后解出来可能更大 好像五百多Mbps 我不太记得它的档案大小 不过解出来 那这个伺服器的优点是说 第一个它也是自由软体 第二个的话呢 它不需要安装 它是免安装版 免安装意思是说不用经过samp 解出来就可以开始用了 但是你要做一些设定 哪些设定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确定 有没有解压说到那个低叠底下 先确定低叠底下有没有 有samp打开来 samp底下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这些东西了 里面当然至少会看到这这个啦 这个samp的图示 那至于呢 要怎么把它安装到 我们现在的电脑里面 待会再来看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其他 相关的动作 其实在云端上 这边也有 OK 如何改用那个 myseql 就是myseql 资料库 那第一个就是把samp的压缩档 解到低叠 执行两个东西 一跟二 先执行samp这个 再执行这个那个samp的control 所以把它解到低叠 不过特别最后这个可能动作要小心啊 因为 虽然没有很复杂 但是很多人 尤其是初学没有接触过的 很容易做错 其实真的我做每次做100次都正确 但是同学每次七块就是一堆问题啊 大部分都怎么样了解压缩之后啊 你确定一下他samp里面不要再一个samp 不要一个目录又一个目录 这边两重目录就错了OK 第二个的话是不是解出来正确 再来记得是解到低叠啦 建议是低叠或c叠 你不要解到随身叠 也不要解压缩到桌面 也不要解压缩到有中文目录名称的资料夹里 因为之前就有一个同学 没有他就解到哪里 解到他的随身叠 的什么吴老师上课 档案 的一个目录 那因为这个自由软体啊 很多都跟中文不相容 所以很多自由软体 很奇怪 就是跟中文的 名称 就不相容 所以这个可能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这些问题都避开了 我想你后面练习只要照着我们那个步骤啦 我想应该都很顺利了OK 那这个东西 他的功能很强大 那我们只是用他 很小的一个部分 那待会我们只是希望怎么样 一把MySQL 执行起来 二我们 可以在那个MySQL里面建什么 因为他是server 这个资料库的server 那我们可以在那个资料 那个server上面建什么 第一个一个资料库 第2个 建一个资料表 资料表就是对应到工作表 然后呢第3个就是呢 我们把这个工作表建完之后呢 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把我们 Excel里面的 资料 直接转移到什么呢 转移到资料库里面 可以看到 那全部转移之后呢 再把旧的删掉 再把他从资料库再把他撈回来 就是可以双向 之间可以沟通的 OK 那我们大概demo到 这样差不多啦 至于其他的步骤 如果你有其他的需求 你可以 利用同样的方法去做 自己再改一下 所以第1个 把sample解到低叠 第2个的话呢 执行setup这个 记得点他两下 执行就可以了 OK这边有个setupsample 执行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有个please wait 然后呢 如果你看到呢 have fun 那就恭喜你 表示呢你做的动作是没有错的 OK好就这样的 have fun就可以了 这边注意 你不要 如果你没有看到have fun 表示应该错了 之前有同学 遇到有遇到问题 他好像不确定他有没有做错 就他又执行第2次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你执行第2次他会出现什么 sorry but nothing to do 为什么因为你做过了 之前有同学问我 看不出来 因为我大概都只有做过一次 从来没看过这东西 后来才发现 原来你已经执行过了嘛 你执行第2次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你执行 第2个的话呢 再去执行什么呢 这个叫sample control 我看一下 就对照这个 1 2 把那个sample control 把它执行起来 执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你的右下角 就会多一个图示 其实他一定会 1 这个是sample 右下角 这个地方 会多一个 这个图 有没有 那恭喜你 表示你已经 把这个伺服器给弄起来了 那这个伺服器里面包含几个东西 1 比较重要的 其实就是两个 一个是 Apache 这个Apache 就是web server 就是网站的伺服器 第2个是myseql 那 myseql是架设在web环境下 就是一个 网站的伺服器 因为我们要管理那个myseql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什么 网站的网页 去 管理myseql 那当然呢 有同意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用 网页的方式去管理他 当然可以啊 可是问题你要下很多的那个指令 那个指令怎么样 哇你要下一大堂 而且你要自己去 把那些指令给背起来 那太困难了 我不太建议 我建议你用图形化的 所以呢 把这个键架起来之后呢 这个把它什么 启动喔 如果你等一下看一下 如果可以start他 这个就是网站伺服器 他就run起来了 OK你会发现 他这个时候呢 你的那个 server就run起来了 第2个按一下myseql 再按一下 如果你这个时候呢 也看到正常是这样 大家之前有同学是按下去 去闪退 那就是有问题了 不过理论上喔 你会发现我做太多次 其实过来都很正常 可是奇怪就是 有人就做了就每一次就不正常 我现在也想不到到底哪边 所以只要你刚刚做的动作 没有我刚刚讲的那些错误发生的话 应该 都OK的啦 请各位 先把这部分先完成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